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凯西 英国前王子哈利这一次失望了 他原本为这一次回国参加戴妃纪念仪式做了完全的准备 没想到威廉夫妇却见招拆招 最终让哈利夫妇的愿望全部落空 虽然戴妃的纪念仪式还没有开始 哈利已经注定要在这场仪式上遭遇尴尬 而他还要承受伊丽莎白女王的问责 随着哈利抨击父亲查尔斯王子停止资金供给 查尔斯给予他的援助也会消失 同样梅根想要激怒凯特的计划也没有成功 凯特虽然不会参加戴妃纪念仪式 但是他提前陪着威廉去祭祀了戴安娜王妃 这场较量,威廉夫妇可以说是完胜 哈利夫妇为了生存也是费尽了心思 他们显然要借助这一次戴妃纪念仪式做一些文章 首先就是梅根 她提前发声来激怒凯特 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凯特曾经在自己的婚礼上弄哭了自己 同时表示 两个人公开场合的友好都是装出来的 还指责凯特一门心思只想要嫁给威廉 她想要成为英国王后却没有太多能力 这些指责的背后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事情 但是梅根如此抨击凯特 就是想要让后者回击 从而制造足够的热度 这样其他人才会不间断地关心哈利夫妇 梅根或许首先模拟了一下场景 她认为如果自己是凯特的话 肯定无法容忍 所以凯特会正面回击 只可惜她忘记了凯特的能力 这位嫂嫂并没有回击梅根 而是由威廉出面拒绝梅根回到英国 同时凯特也不会出席戴妃纪念仪式 然后提前陪着威廉去瞻仰戴安娜王妃的塑像 这番操作让梅根寻找热度的计划跑堂 反而成就了凯特的好名声 在梅根和凯特的交手中 凯特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随后就是哈利和威廉的交锋 哈利在美国的时候一直在诉苦 认为自己在王室遭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她要带着梅根离开英国王室 但是当她回到英国的时候 却一直表示自己不希望让事情恶化到如此地步 想要修复同王室的关系 如此两面派的目的就是持续利用王室的热度 只要她能够同王室其他成员扯上关系 自己就能够利用演讲等赚钱 毕竟赚钱养家并不容易 但是威廉并不给她这个机会 凯特不参加戴妃纪念仪式 也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的年和祭不会出席 原本哈利认为威廉不会在母亲的纪念仪式上搞事情 却没有想到威廉来了这么一招 哈利这一次目的要落空了 她注定在这场仪式上形单影之 同时伊丽莎白女王虽然邀请她和梅根 参加自己登基70年纪念仪式 但是彼时哈利夫妇不会陪同伊丽莎白女王在阳台亮相 也就是说 她们更多的是王室邀请的朋友 而不是家人 威廉夫妇对哈利夫妇的恨意已经非常明显 在能力上 威廉夫妇显然更高明一些 或许梅根应该后悔 为何不早出生几年 这样她就有机会去讨好威廉王子 而不是守着如今如同鸡肋的哈利王子 接下来是 威廉哈利关系难缓和 在菲利普葬礼上掐架 兄弟因梅根产生隔阂 再过几天就是戴安娜雕塑揭幕的日子 威廉和哈利能否借此机会重归于好 成了大众热议的话题 兄弟最后一次会面 是在菲利普亲王的葬礼上 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不欢而散 哈利和威廉关系扑朔迷离 在祖父菲利普的葬礼上 还爆发了争吵和掐架 梅根显然成了关键人物 不光没有充当调解人 反而还从中作梗 甚至不断爆料 周五 哈利王子回到王室 目前正处于隔离的状态 预计在下月1日会出席 戴安娜雕像的揭幕仪式 这是哈利离开王室后 第二次回到英国 外界对此也是褒贬不一 白宫的工作人员曾经透露 哈利和威廉的关系极度紧张 甚至所有王室的成员 已经默认了这种状态 菲利普亲王的葬礼上 这对皇家兄弟参加宫廷晚宴时 居然差点当场掐架 双方虽然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兄弟 但是现在却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 考虑问题 梅根夫妇参加奥普拉的采访时 明确指出 王室存在种族主义的言论 哈利全程赞同妻子的言论 英国王室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从不抱怨 从不解释 然而这次 威廉实在是忍无可忍 威廉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直接回击 王室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家庭 《每日邮报》做出了相关报道 《王冠》的作者莱希也表示 威廉和哈利的争吵已经常态化 上次在菲利普亲王葬礼结束后 参加家庭聚会时 他们都恨不得掐住对方的脖子 俗话说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外界对兄弟俩的关系最有发言权 现在完全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在发展 说了太多伤人的话 哈利的思想越来越苛刻 逐渐脱离了王室大家庭的怀抱 梅根显然成为了问题的核心人物 在最新一期的New Idea中 直言不讳指出是有毒的婚姻 文中指出 哈利本来是想逃离原生家庭 然而现在却带来了戏剧性效果 尤其跟威廉的关系再难回头 哈利现在的状态让人琢磨不透 几乎要彻底跟王室决裂 就像是鱼儿离开了水 看似自由自在却无法存活 努力适应海外的生活 并且还要隐藏自己的内心感受 现在的哈利简直太难了 苏塞克斯夫妇刚刚迎来第二个孩子 在享受外界祝福和羡慕的目光时 也不得不考虑现实问题 外界越来越多的声音普遍认为 威廉和哈利之所以关系极具恶化 梅根的作用功不可没 哈利只是想逃离令自己窒息的原生家庭 没想到衍生出这么多矛盾和争端 外界希望裂痕快点消除 并且寄希望于戴安娜雕像的节目仪式 如今看来确实是个天真的想法 专家罗伯特·莱希指出 大众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两兄弟现在积怨已深 想要回到儿时的亲密关系根本不可能 哈利为了梅根愿意放弃一切 现在已经成了孤家寡人 梅根成为破坏兄弟关系的始作俑者 并且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早在三年前 哈利夫妇的世纪婚礼上 兄弟决裂的戏码就有上演的苗头 双方现在只剩下割裂和对抗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来自时间和空间 哈利想要回王室一次 简直难上加难 威廉和弟弟见面的次数都很少 并且一见面 大概率还是会爆发争吵 根本没有机会心平气和谈话 鉴于以上种种猜测 这次戴安娜的雕像揭幕仪式 根本没有必要寄予厚望 尤其最近 梅根被曝欺凌员工 哈利依旧不分青红皂白支持妻子 威廉的好脾气完全被耗尽了 如果说 威廉之前对弟弟还有怜悯和心疼 现在完完全全就是厌倦和愤怒 每次谈话都宛如对质 现场的情况又痛苦又激烈 梅根显然成了最大的不可控性 威廉就梅根霸凌案质询弟弟 哈利的态度却很坚决 甚至不断为妻子掩护和狡辩 最终哈利愤怒地直接挂掉了电话 想必经过这件事后 威廉彻底会放弃哈利 兄弟关系有生之年都难以恢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